大家好,我是單車小滴 歡迎回到我們2023國際自由車展的現場 那現在小滴人是在我們FUJI FUJI的展場單位喔 那右邊是我們的李金鴻經理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滴,辛苦你了 不會不會 那我們就是請我們的金鴻經理來現場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就是針對我們FUJI的品牌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一個品牌的一個故事 是,FUJI我們的話是全系列的品牌 那我們今年已經有124年的歷史 這麼久 相當相當久的品牌了 所以它是從日本開始起家 那一直延續到美國這邊 經營到我們台灣這邊來做整個的一個設計跟規劃 所以我們有相當相當棒的一個自行車的經驗 那在國內來說其實對FUJI 百年老店啦 大家其實都很熟悉了啦 非常熟悉 我跟大家講一下我的 其實我車禮也蠻久啦 雖然說沒有100年 不過就是我第一台車就是FUJI 就是FUJI的就是一般的那種旅的公路車 畢竟第一台嘛 對,然後我就那時候就覺得很喜歡 所以今天能夠來到就是我們展場的現場 就是由我們的金鴻經理來介紹我們FUJI的車 是非常的就是榮幸啦 感謝感謝 好啊,那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小滴前方 就是這一台 有我們就是FUJI的車 那大家看到這台車會發現 哎呀,怎麼長這樣子 然後發現前面的輪胎怎麼有點胖 就是有點胖胖胎 就是有點,然後也不是我們一般公路車的那個輪胎 那這邊就是由我們金鴻經理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台車到底它有什麼樣神奇的秘密呢 好哦,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台的名字叫做Jari Carbon 它是我們今年全新的一個產品 針對GRAVEL車款去做開發設計的 那剛剛小滴講到這個胎 其實它是為了硬硬的碎死地形 所以我們是做到了700層40C的一個 哇塞,所以就等於說它比較耐震 比較耐震 你在騎行上不會有什麼太多的一些狀況會發生 當然會有,但是使用上你就不用那麼擔心 對 比較穩定性也比較高 沒錯沒錯 那因為現在其實大家就是騎公路車也騎久了 那騎一騎會想要就是去騎不一樣的車款 GRAVEL車就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選擇 是的沒錯沒錯 也讓小滴就是很想要很蠻想要嘗試看看 因為畢竟它介於就是登山車還有就是公路車之間 對 對,而且就是其實我們大家想說 哎呀,就是登山車感覺就是比登天還難 畢竟你看到那個登山車和公路車騎的畫面都不一樣 那個登山在蹦蹦跳跳有沒有 然後那個車我們公路車是沒有辦法handle那樣子的正負 輪胎也沒辦法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叫做GRAVEL的這樣的車款 讓你可以就是去因應 就是你可以騎它去一般的那種公路車也可以騎登山 都可以,全地形 對,然後也可以騎到就是像凹凸不平整的地方 對,對,對 對啊,那就是金鴻精力我看一下這台車 除了它塗裝非常的漂亮之外 就是GRAVEL車我知道它會有非常多的孔 這一些的孔其實都非常的就是有特殊的功能 那這邊也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的 這前面的孔可以掛上什麼東西 對,就像剛剛小滴講的GRAVEL其實它就是希望可以做全地形 沒錯 公路上或者是登山 秋零我們都希望我們的騎公路車的車手都可以享受這樣的感覺 對 所以我們在這款車上設計了相當多便利的方式 譬如說剛剛提到這個部分 小滴應該有騎過50啦 有啊有啊有啊 我背後跟駝兽一樣 對,對 但是它這一個就是說你可以把我們的能量包 或者你無領德的路標你可以放在上面 你直接掛在上面 等你累的時候你就直接拿你吸的 可是它怎麼掛啊 它就是夾在上面 喔它夾在上面 夾在上面 夾著就可以拿著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 等於說你掛一排東西在這裡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在比無領盃 平常開心騎士不用拿 如果你真的要比賽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要下車的 我們真的以前都是用膠帶黏 沒錯沒錯 我們用雙面膠黏 然後中間就掉掉掉 對,包括很多車手 它一些路標可能他不熟悉 我很像幫其他車友帶的 對 因為那個鬼叫就掉給別人 然後所以這邊就真的非常方便 沒錯沒錯 它可以直接黏在上面 就黏在上面 然後幫你一些你可能指標 比如說到什麼彎 到幾公里處我必須要轉了 都可以 它可以先貼在上面 所以它這個是可以直接卡在上面 就直接這樣放在上面 這多功能性的 它是可以拉起來的 對,它是可以拉起來的 它是可以拉起來的 就不要看一下 這個是可以拉起來的 因為剛剛我想說 我一直很看圖說故事啊 它是可以拉的 對,這個就比較貼心的設計 這真的很方便耶 對,很方便 這樣我們就可以解決 就是果膠會掉的問題 對,這是一個比較方便 對,要不然以前我都要戴Double 因為我要把那個 幫路人車友帶的 對,沒錯沒錯 大家都有經驗到 這非常辛苦的一段 對,所以這非常的棒 那我除了上面之外 還有看到 就是像這個就是 這個孔我認識啊 因為我們一般公路車 就是有那種水壺 水壺孔 對,那我看到前方 是不是前方也有就是 共六個孔喔 可以看到這邊三個 這邊就是可以放土� 甚至是前貨架 土櫥,甚至是前貨架 土櫥是什麼 土櫥就是這一個Fender 譬如說可能有的 可能想要做長途騎乘 那可能有時候有些泥泥錠啊 然後你可能會有一些泥水 什麼之類的 打上來之後可能有些髒 就幹嘛 那我們這邊可以再加裝土櫥 土櫥,對 這個土櫥其實是一般 我們公路車沒有的齁 對,比較少 所以這邊也就是 讓就是觀眾知道一下 就是我們果膠車 通常會增加一個就是土櫥 因為你也知道就是 登山 就是我們去登山啊 其實那種就是 森林啊,野林啊 都很泥泥的 弄得髒髒的啊 超髒的超可怕 我主持過那個登山車賽 我回來我嚇死 想要你們是去什麼廢區 很可怕 剛跌過來的感覺 很可怕,全部都是泥沙 是 然後還說什麼旁邊衝 有衝等於沒衝 根本就沒辦法 對,所以我們就把這些 配備的孔都先設定好了 包含譬如說 像我們的前叉裡面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可以到這邊 它有一個線就是 我們可以讓這款車 加裝所謂的摩電系統 加裝在哪裡 摩電系統 就是摩電滑谷在這裡 然後線走進來之後 這邊卻掛一個燈 你在騎的時候 晚上你如果在零里間 在騎的時候 你邊騎燈就會發亮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 摩電滑谷的空間在這邊 那這樣相對也就是 真的比較安全一點啊 比較安全一點 也比較特別的一個新的設計 對,那為什麼會想說 GRAVOL車就是 可能要騎到晚上呢 因為我實際 其實小弟有實際去查過一下 GRAVOL車其實 蠻多人會用在露營耶 對,露營 也是一個 露營 它會就是用在露營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 配備 沒錯 可以讓它去加一些東西 是的 我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那還有一個更特別的就是 整台車看起來 大家以為說 這看起來好像是電動車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更特別的 就是在這一個 大家以為它是電池 對啊 我剛剛真的以為電池 我要先說 小弟剛剛真的一問說 這電動車喔 因為覺得很神奇 這不是電池嗎 它是一個置物盒 但是我現在可沒辦法拿下來 它是一個置物盒 我們拿給大家看 好酷喔 它裡面可以放內胎 充氣瓶 充氣等等之類的零件 都可以放在裡面 而且容納算大的耶 容納算大的 其實算大的 這跟我們就是 就是經理這跟我們 就是我們 有時候公路車會有那個 什麼汽車罐 對 類似 就是放一些工具罐 沒有錯 對,那這個其實也可以放一些 就是什麼 維修的工具在裡面 對 都可以 如果你吃不夠 你也可以把鬼膠放這邊 可以喔 上面吃不夠再放下面 上面就不用怕會餓到 對,它安裝就是也相反 就是直接這樣放上去 很好裝嗎 很好裝 然後就是用這個 因為我靠 我幫你拿一下 不會 我們來裝給你看一下 直接看一下就是它 好不好裝 來 有沒有一秒上扣 對 我跟妳說 因為這種東西啊 格西類的 如果你給它設計很麻煩 我跟妳講 如果設計很麻煩 它這輩子就會在這裡 對 它就在也 不會再拿起來 所以這個裝置 就是我們花了蠻多時間 去找適合的廠商 適合的形狀 去做適合的設計 對 因為有時候真的就是很難裝 而且特別是女生 我們女生對於機械這種 只要一次難裝 我們這輩子就不會再見 沒錯 女生騎車就是要美美的 像小提這樣 所以這些東西 在使用上一定要讓我們的使用者 相當的方便 對 好用方便 這是最大的原因 沒有錯 那針對這個的話 是不是可以講一下 就是它的那個輪組 就是我看它就是輪子很特別 是不是可以 像GUABO車是不是可以換輪組 如果我騎一騎 我想說 我還是想要回歸到公路車上面 它是可以換輪子的 可以 但是我們這款更厲害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比較特別 所以就是它的輪距 它是可以兩邊交換 我可以把腳趾距這個變成更寬 喔 我們讓它出來看一下它的輪距在哪裡 來 我們再看一下 它這個部分是可以互換的 喔 可以互換 所以我的Offset就會不一樣 喔 了解了解 這對比較專業騎乘的人來說 感受就會相當的明顯 對對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公路車的那個 它的那個軸距和這個騎的GUABO車 是不一樣的 沒錯沒錯沒錯 對那因為我們通常都是 騎GUABO車大部分都是從公路車 然後再衍生到這邊 是 那有時候其實我們會 非常多的不適應 沒錯沒錯沒錯 什麼行體 騎不好就是行體不舒服 就是會這種事情發生 對對對 所以就是會有這方面 所以看起來它這個設計真的是滿貼心的 就是可以就是因應我們就是所有的那個 使用者 是 對啊那看起來就是FUJI的車就是也真的很特別 那要不要介紹一下就是它的塗裝 是使用什麼樣的顏色 還有什麼樣的設計裡面 基本上我們這款的話有兩個顏色 那有兩個 兩款 這個是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是先拿 就是高級款進來 那這款的話就是所謂的 我們讓它呈現 比較有一點 因為像是ESG環保嘛 對 像是愛地球這件事情 綠能 綠能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說透過 綠色的方式 然後我們用感染珍珠綠 來呈現這款車的樣子 對 這個綠色很好看 是有質感的綠色 是有質感的綠色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說在零里間 它也可以讓我們的騎士就是 融入在零里間的感覺 對 而且我看它是有點亮 是有點亮面 我們有珍珠汽在裡面 我們有加了一點珍珠汽在裡面 對啊 那個就是像我們汽車會有珍珠白 還是珍珠玉 沒錯 好啊好啊 那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能夠 謝謝小滴 邀請我們的金鴻經理 來到我們富士現場 我也很開心 有點那種回家的感覺 畢竟我的第一台車 真的第一台 人生中第一 這輩的第一次騎公路車 就是富士的車 那非常的開心 對啊 希望什麼你說 希望你後面可以繼續買我們的盒 好好好 但我們可以看什麼樣談 對 沒想到今天會這麼開心 是不是回家的感覺 好啦 那因為我們為期這四天的單車展 其實我們富士就是會在現場 是的 我們都會在展攤 歡迎大家就是來到我們的現場 來找我們的富士金鴻經理這邊 相信他會好好跟你們聊 他超會聊的 就是沒有一個攤位 就是只在這邊可以聊這麼久 那我們來跟觀眾說一下 就是拜拜 那等一下我們就把我們的畫面 就是轉向到我們的主播棚 好我們下次見囉 歡迎來這邊找金鴻經理 拜拜 哇看到小滴這個回顧他第一台車的這個記憶 我也昨天在跟那個哲瑞聊到 我的第一台車是二手車 那不知道夏美的第一台車是什麼 我人生第一台車那時候是那個 我老公買給我的車 因為我那時候跟我不會騎腳踏車 我第一次騎單車經驗其實是在日本進鋼線 很巧 那時候我第一次騎公路車經驗 然後那時候根本不知道公路車變速怎麼變 因為我只騎過U-bike 沒想到公路車變速是那種左右波 根本就不會 然後那時候從日本還沒回來之前啊 就是那時候我老公就把我訂好車了 哇 因為他就覺得 哇終於有人喜歡騎腳踏車 可以跟他一起騎 所以他就馬上 欸我一到台灣我的公路車就抵達了 就一起一起到 哇喔 然後那時候大概就是買了那個U-bike的車 然後那時候就是騎騎騎騎 騎了之後我就晉升就騎了Scott的車 我覺得第一台公路車我就希望很多女孩 可以跟我一樣愛騎單車 可是你第一次買你可能買不下手 你會覺得說我到底買了會不會喜歡騎 會不會到時候買了不騎掛衣服之類的 沒錯沒錯 所以那時候我記得我第一台車那時候做了一件事 我覺得那時候還蠻不錯的就是 我把我的車租給喜歡騎車的女生 因為我身高158 所以很多女生可能跟我身高差不多 是 然後呢你租了一個月 你喜歡騎了之後你再去買車 然後這一個月你租 拿你的租金怎麼算呢 拿你的租金就是你去捐你所有的 不管是愛貓協會或愛狗協會 你只要有發票證明我就租給你 好棒喔 然後你不管你要捐50塊捐500塊捐5000塊都可以 但是你只要有這份愛心 然後我就租我可以租你一個月 這真的很棒 對對對 就讓很多女孩一起騎車 那時候好像借了十幾位女孩 對然後因為之後就是一路一路借 大概借了兩三年 那台腳踏車就已經開始有點殘破不堪了 所以現在就是好好的收好 對那時候是第一台車的回憶 那這真的是很棒的分享 那昨天也跟哲瑞教練聊到說 可以很建議大家第一台車可以選二手車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很棒的入手方式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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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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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